它是民航界最畅销的客机 平均每秒钟有1250架正在天上飞行 它从1967年开始总产量超过1万架 至今仍有5000架的订单等待交付 优良的性能让它进入了军方的视野 经过不断的改装 让它在军用飞机中也占据了一席之地 它就是波音737系列客机 今天给各位老铁分享 7款波音737系列的军用改型 Top 1 T43A导航教练机 这款飞机是由波音737-200改装而来的 早在波音737-200量产时 美军就盯上了这款飞机 波音737-200大推力的发动机 优秀的空气动力学和先进的电控系统 也让当时的美国空军老旧的教练机T29 提前结束了服役 美军曾经在1973到1974年之间 购买了19架波音737-200 作为T43A导航教练机 经过改装后的T43A 外观上看起来和波音737-200基本相同 但是它与民用飞机的不同之处在于 机身外部天线较多和侧面弦窗的减少 这是由于波音公司交付完毕后 美军在飞机内部布置了工作站和训练设施 T43A同时可以容纳12名普通学员 4名高级学员和3名教官 主要用于美国海军和空军飞行员的训练 学员毕业之后将会成为战斗机和轰炸机的驾驶员 Top2 CT43A指挥部运输机 这款飞机则是咱们刚才讲过的T43A导航教练机改装而来的 美军改装完后19架T43A后 发现当时根本就用不了这么多的教练机 无奈之下便只好把多余的6架T43A改装成了运输机 这也是CT43A指挥部运输机的由来 其中一架CT43A改装完毕后 被分配给了北约在欧洲最大的空军基地 拉姆斯泰因空军基地 但是最后却在执行任务时发生了撞山 后来经过调查发现 这起事故是由于机组人员不熟悉 该机场落后的进场流程而导致的 再加上当天的天气十分恶劣 最终造成了这场意外的发生 Top3 NT43A雷达测试机 据传闻这是美军最机密的飞机之一 并且只有一架 是由T43A改装而来的 NT43A内部搭载了大型雷达 分别被安装在了机头和机尾 专门用于评估飞机的隐身性能 众所周知 尤其时间久了都会产生氧化和磨损 那就更别提美军的隐身涂料了 隐形飞机表面的涂层 会受到天气和湿度的影响 如果无法做到高频率的维护 很容易产生脱落和开裂的情况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 隐形飞机就会出现雷达散射截面的热点 这些热点会在防空雷达上显示回波 导致隐形飞机非常容易被发现 因此就需要定期测试和维护 除了在地面上的维护以外 同时还需要在飞行中检测飞机的隐身性 当飞机需要进行检测时 NT43A就需要绕着被检测的飞机 进行360度的飞行 期间使用机尾雷达扫描目标的前半部分 机头雷达扫描目标的后半部分 B-2A轰炸机作为目前世界上 唯一服役的隐形轰炸机 可以说NT43A完全是为了 B-2A的检修保养而诞生的 只要B-2A进行一次重大外部修复 它就必须被陪着一起上天 进行一次空中CT 来确保B-2A良好的隐身性 Top 4 C40快船系列 这个系列机型有三款 分别是C40A C40B和C40C 咱们就不拆开讲了 这个美军第一次订购波音公司的机型 就感到非常满意 所以在第三代波音737出现后 军方持续关注着波音公司的后续机型 波音737 700 BBG问世之后 美国海军陆战队成为了这款机型的首个客户 一次性订购了12架新款的737 700C 它也被称为C40A 是一款客户混合型飞机 可以同时容纳70名乘客和三个货物托盘 再加上后续增加的三架 共计建造了15架 七星老且就发现了 新机型代号后面加了BBG 这是什么意思呢 是波音商务机的缩写 这个系列的型号的飞机 在机翼和起落架也进行了一定的强化 美国空军的C40B 拆除了货舱门 成为了美国军方和政府官员专用的空中巴士 其内部常驻11名机武人员 最多可以共26名乘客乘坐 有休息区 厨房 办公室和贵宾区 除此之外还配备有先进的 全球通讯保密系统 共建造4架 而C40C的独特之处在于 能够随时改变内部配置 可以根据情况容纳40到111名乘客 它的出现取代了空军国民警卫队老旧的C22 总的来说 C40C属于通用型的飞机 它可以灵活地调整为公务机和运输机 同时还可以提供业务支持 共计建造了7架 TOP5 E7A歇尾音 全称波音737空中预警管制机 是波音公司以737-700和BBJ-1为基础而开发的 双涡扇动力预警机 这是一款预警机属于波音737军用型中 最为复杂的一个型号 配备了多功能电子扫描相控阵雷达 给各位老铁简单介绍一下这款雷达 相控阵雷达具有强大的灵活性 可以同时针对多个目标发射的波数 进行搜索 勘探 识别和跟踪 以及导弹的制导 抗干扰能力极强 同时这款雷达系统的探测半径超过400公里 使用360度转向的L波段微波扫描 这也就是为什么澳大利亚军方 选中歇尾音作为预警机来使用的原因 歇尾音的另一个改装重点在于机舱内部的控制台 基本配置状态下配备了8个控制台 并且预留了4个增加的空间 这就为后续装备的升级提供了极大便利 由于这款预警机是由现有的科技平台为基础 通过改装的方式而诞生的 所以比起过去专门为预警机开发的机型 无论是在生产成本还是制造速度上 都要快上很多 E7A歇尾音于2005年开始测试 当时澳大利亚订购了6架 土耳其订购了4架 韩国在2006年也订购了4架 Top6 P8波塞东海上巡逻机 这款机型则是737军用型中最新的一个型号 由波音737-800克级作为基础来开发 主要用于取代冷战时期老旧的P-3C猎户座巡逻机 P-3C猎户座是由洛克西德公司 在冷战初期研制的一款4引擎飞机 主要针对苏联海军的弹道导弹和快攻潜艇 上世纪90年代末 P-3C在性能上已经逐渐跟不上更快的喷气式飞机了 这时美国海军便开始寻找后续机型 直到2004年经常活跃在美国眼前的波音公司 再次收到了美军的一份大订单 美军要求以737-800为基础 开发研制P-8A波塞东海上巡逻机 它有两个涡轮喷气发动机推动 这让它的速度有了可以和普通战斗机一较高下的实力 机上配备有11个武器挂载点 作为巡逻机的P-8 强大的雷达系统自然不可或缺 它的主力雷达采用了ANAPY-10雷达 这款雷达可以在370公里内 搜索反射讯号1万米处的大型目标 最多可以同时追踪265个目标 Top 7 EP-X侦察机 这款机型并没有实体机型 EP-X是由波音公司根据737为基础 用于解决美军替换EP-3E白羊座侦察机的方案 波音公司在这款机型上同样配备了多功能电子扫描相控阵雷达 和内部设置了14个操作台 可以灵活适应多种任务 而至今都没有后续的消息 所以美军大概率是不会采用这个方案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各位老铁还想看哪些盘点 欢迎留言讨论 你想看的也是我想要了解的 各位老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